最近網路上常常有人在討論如何改裝淨香車 所以我來公開一下我和彥平樂的淨香車 我們的車是利用推瓦斯銅的推車改裝而成 優點是甲醋用 這是瓦斯銅推車的錢帽 幾個重點改裝 加裝一個籃子 可以增加空間 放一些常需要用到的東西 加了一個掛鉤 一些掛鉤 有掛塑膠袋可以裝垃圾 可以讓垃圾不落地 下面又加了一個籃子 可以多裝許多東西 例如放一些備用的輪子 那是工具 這是推車的後面 加了一個把手 這個把手很好用 可以單手來推車 也可以控制方向 可以用單手就可以 照貨鏡 行走當中不必平平的回頭 看有沒有來車 它增加了很多安全感 雖然都是舊物利用 掉了也不可惜 車上的舊物都是用了好幾年 以再從物的使用 綁了一個簡單的塑膠箱子 就可以裝換洗的衣物 可以防風 也可以防水 很方便喔 這是簡單的一個塑膠箱子 上面呢 可以再跟它放個洗衣欄 可以放那種騎的東西 戰役的物品 有帳篷啦 碎墊 這種比較重的東西 車子的大柱呢 條子 可以把香湯相同 我們會自己 也會比較好一點的香 比較好的香 相同也是利用水管來做成 加個蓋子 可以防水 也可以防潮 這是自己做的 利用那個水管來做成的 相同 看起來都是舊舊的 這是束帶 很老用 輕輕一拉就可以 氣連回來就全部拆掉 今年 上年下 就完成 這輪子 這輪子很重要喔 最會故障的 就是輪子 硬的輪胎呢 不會被釘子砸破 但是 比較重 最好換這種 最好換這種 這處地面 小的輪子 它材質也輕 推起來 也比較省力 如果 灌風的是省力 但是 灌風的 會被砸破 加裝前輪 也是要大一點的 比較好 可以擺動的 才可以控制方向 推起來比較輕力 改裝推桶車 花費很少 就算被拖了 損失也不多 其實應該沒有人會拖 淨香信徒的物品 車內 我們也不會放值錢的東西 所以越舊 越放心 隨便放 都沒關係 推車大廚 還釣有 隨鄉的煙筒 淨香沿途呢 這股香氣鳥鳥 可是 寒獵中的伴侶啊 喔 這是 淨香的煙筒 要不斷的測試哦 孔洞要過 氧氣才過燃燒 或者 會熄滅 這煙筒的下方呢 挖排水孔 挖排水孔 一到下雨 也不怕哦 它的水也白白掉 最重要 最重要的是 這種瓦斯桶的推車 它高度夠 不用長時間 有九天哦 長時間的彎繞 那很辛苦 尤其是長得比較高一點的人 這孔洞要挖得夠 希望 本影片 對大家改裝淨香車 有幫助 謝謝哦 感謝大家 謝謝 我們